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轰6轰炸机出现在了阿拉斯加的附近 那么这个事美国方面大惊小怪了 这个事情首先第一点 美国北北防空宿舰会已经警告了有段日子 所谓的警告 他们已经事先就说 因为他们也很明显了 中国的轰炸机出现在美国的附近 一定是会引起他们的大惊小怪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惊小怪 因为轰6作为一种战略轰炸机 它肯定是要出现在需要战略威慑的对手的门口了 从我们现在越南天的照片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它只期待了一家的两个电子对抗的吊舱 那么说明我们的行动是实战化的一个训练 是轰6K而不是轰6N 也就是说是并没有空中加油能力的飞机 既然它是没有空中加油的能力 那么它的起飞的地点就不言而喻了 它轰6的航程是不太足够 从我们国内的基地 从容的飞到这个位置再回来 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它至少是有转场 那么能够使用俄罗斯的机场 意味着中俄两国的战略的合作 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既然我们说轰6能够从俄罗斯的机场起飞 那么其他的飞机也可以从俄罗斯的机场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经常说有一些军事上的行动 不要过度解读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专家 经常会在他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就说 要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但是这一次你还真别说 它确实释放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中俄的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的战略轰炸机 将会可以使用俄罗斯的机场 采取一些行动 那么在中俄两国背靠背的战略会关关系里面 也意味着什么 其实是被疑而遇的 那对于美国人来说 当然压力会比较大 但是应该说他们也是可以预料到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自从他们把中俄挤在一起的 想要把中俄一起处理掉的想法冒头的时候开始 他们就应该知道有压力就会有反弹 就是这么一回事情